爆炸产生的冲击波 将厂防玻璃全部震碎 防顶铁皮被炸得致力破碎 对附近的居民介绍 当时爆炸声非常大 爆炸波及到周围300多公尺 连岩港市消防支队 应急救援中心的官兵们 闻讯后立即感冒陷入救援 经过消防官兵 约20分钟的紧急呼吸 大火被扑灭 索性未造成连岩上满 目前具体的事故原因 连岩港市消防支队